近期传闻足协有意对中超本土球员进行再一次降薪 现在有了最新消息 据足球报报道 2022年版本的中超联赛俱乐部财务约定指标即将发布 本土球员的顶薪为税前300万人民币 外援的工资最高不可超过税前200万欧元 意味着本土国角月薪进一步降低 一步步接近女足的标准 由于国足又一次无缘世界杯决赛圈 让社会各界再一次失望 并且有媒体人爆料少部分国角出攻不出力 甚至有可能故意输球 本土国角拿着顶薪 踢出很差的成绩 足协也看不下去 作为足协主席的陈虚元 开始实施重罚国足的第一步 即是再度降薪 早在2020赛季足协第一次降薪 本土球员顶薪是税前1000万元 到2021赛季足协第二次降薪 本土球员最高年薪标准是税前500万 现在随着国足无缘世界杯 足协再度降薪 今日足球报透露足协第三次降薪的公告 即将公布 本土球员最高年薪标准是降至税前300万 折算月薪为25万元 国角可以拿到到手的税后月薪 只剩下15万元左右 对比10年之前 高林在广州恒大拿到2400万元年薪 现在的国角年薪相差太大 要在中超赚大钱的好日子到头了 本土国角拿到的薪水一次次更低 逐渐接近女足国角的标准 现在女足国角的顶薪达到200万元 男足和女足的国角薪水在不断缩小差距 这也是球迷希望看到的 谁的成绩好 即可拿更多的薪水